1.日军轰炸中国陪都重庆之后,废墟中的幸存者。 2.日军轰炸重庆的受害者,被转移到从岩石山腹中开凿出来的急救医院。 3.日军空袭后的中国陪都重庆。 4.日军空袭后的重庆街头。 5.日军空袭之后,重庆留下一群无家可归的中国市民,他们正试图从混乱中恢复秩序。 6.约翰曾·朗森大使拍下的遭到轰炸的重庆。 7.在重庆附近岩石山腹中开凿出来的典型的防空洞。 8.这张照片拍摄于重庆大轰炸结束后不久,仍坚实留在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美国传教士以及各种救援组织,仍在通过中国联合救援会,向重庆提供大量医疗药品、食物及临时住所, 图为一位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妇女。 9.重庆惨遭日军轰炸后,中国百姓在废墟中寻找自己的私人物品。 9.的战争中